各位同学大家好 空间摄影与应用翁彩琼老师讲述 那在前一个单元里面呢 跟同学分享了一只同学在思考说 我怎么样去把一些作品变成影片 那利用PPT PPS的一个自动播放的一个系统 那制作的一只影片 后续呢我们也谈到说 这次影片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剪辑的一个程式 再加以利用 然后做出一些更好的作品 那后续呢这位同学呢 也制作了一只具有故事性的一个作品剪接 那以下可以请同学分享一下 好那他利用了剪辑软体的一个特性 那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跟这个影音的一个配置 然后呢修正了故事的脚本 跟配音配乐的一个关系 呈现学习心得的一个成果 好那以下呢我们要播放的包括两只影片 都属于期末剪辑摄影作品的一个分享 比较特别的是这两只影片呢 同学从不同的一个角度出发 那因为呢这个影片我们要求的是 学习末你自己整理的一个心得作品 所以第二只影片呢 就是直接利用这个心得撰写的一个方式 来组够他的一个作品 那都是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那在这边分享给各位同学 也协助同学未来在阅读别人作品以后 去思考自己的作品 应该怎么做会去最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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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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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